材料清单,花生仁300克,细砂糖150克,纯净水120克,调味料,紧13香,炒熟芝麻各8克,辣椒粉10克,花椒粉3克,盐6克,烤花生,上下火120度烤30分钟左右至熟透,备用,全部调味料放进小碗或合均匀,备用,开始熬煮糖浆,锅沾沾锅中放入水和糖,手握锅饼轻轻晃动一圈, 使沉在水里的砂糖散开,锅中小火,此时不要搅动,渐渐都开始冒泡泡,泡泡越来越浓密,糖浆有些变色,微发黄差不多了,瞧最小火,倒入调味料快速搅拌均匀,接下倒入花生快速搬拌均匀,关火,也可以先倒入花生,调味料倒在花生上面,然后快速拌匀,然冷装入了蜜蜂罐导层, 用炒锅炒熟花生最好去皮再与调味料拌匀,因炒熟的花生外皮有焦味,去了皮的怪味花生很香,小贴质烤的花生很干,比油炸的香,而且保存时间要长些,药中小火是为了,让保煮糖浆受热均匀,不担心糖浆会熬干,熬糖浆的过程不要搅动糖浆,以免砂糖结晶。